那现在到了波黑 鸽子广场 我叫鸽子广场 那个鸽子很多 其实是因为当时这里有个 这个 泉雅 就这个呢 它这个是1比1的一个以前毁过的 然后重新修的 那1比1呢 这个种建筑风格的全球好像只有两三个 一个在贝尔格埃德 还有一个在哪个土耳其他或者哪里 就是这个是一个 萨尔德沃一个标志型的一个建筑 它是一个 你看我们去那里喝水 全眼 那但是我们游客过来主要是过来 害鸽子的 以这个背景为鸽子 今天人不多 平时人比较多 为什么这里鸽子这么特别多 因为都一样跟我们在贝尔格的胃天鹅一样 它与动物比较和谐嘛 它这里是这个水就可以喝的 都摸成金色 今天有点冰啊 我为了镜头我也好好喝一下 干了 太冰了 但是你看到美女都在拍鸽子 鸽子真的要和平啊 我也要说 什么 什么 我还不想看 我们要去看 这像我啊 我还不想看 还不想看 我们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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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感觉很难笑的优雅 你知道吗 好可怕呀 好可怕呀 大家好 这是我们餐厅的总经理 然后他这个店是刚开不久 在六个月之前 我们为什么要拍这家店呢 因为它是在沙拉热窝的 最中心的位置 然后是我们靠近这个 我们叫鸽子馆厂这里 很中心 而且老板非常热情 因为我们在外面出去有个问题 就是厕所问题啊 他也可以说 来这边喝杯咖啡啊 这样你可以有个机会上厕所 这不是主要的 他这里有早饭 有咖啡 这有土耳其式的早餐 然后波黑式的早餐 然后法国的各种都有 各种口味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这是中国人想吃饭有没有解决的问题 有 我再找一下有没有饭 这是米饭 然后如果有特殊需要米饭的话 还可以加 告诉观众 他说如果 中国人喜欢什么 他们可以准备什么 就是如果是一些旅行人过来 可以跟他们提早订 要怎么吃 可以跟他们商量 这是非常棒的事情 他15年在萨热窝 我15年在白盖 你可以看一下他们那些套餐 那这些的话 价格价格在多少 这个19马克相当于10个欧元 这20马克就10个欧元 这里你看其实也不错 两个人分的 或者一个人 刚才我吃了这个蛋糕挺好吃的 然后它是应该是跟土耳其风格为主体的 然后结合波黑的风景 这个还行嘛 主要是点菜很难你知道 你看这个米饭就可以充过吃 应该是羊肉米饭 然后汤 然后这个是 酱 然后加上囊 他说如果叫需要米饭多可以天地 这个这种感觉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更直观 你知道我们出来最难的就是点菜 你知道 所以呢他们家可以好好推荐一下 是的 有一个图片很方便 关键是你看我们这边离那个 绝对景区的位置 你看鸽子飞来飞去 很多女生还可以在这里拍照片 拜拜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们现在到了上海日过最著名的景点 为什么叫最著名呢 也是全球被最关注的事情 就当时说的一战的爆发点 真的爆发时期嘛 14年到17年一战的时候 这导火锁在这里 武飞帝兰大宫 对 在这里被暗杀了 那这边有他的图片 杀热窝这边 波黑这边的旅游资源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他有个詳細的介绍 然后呢这里是暗杀现场 图片 然后当时人物以及被押走的时候 被审判的时候 那最后的地方就是我们过了马路 就这个桥吗 桥这里 就这座小桥 引发了整个战争 桥不大 比我们想象的要可能小一点 但是确实历史就在这里爆发的 那整个历史 世纪历史可能跟导火线这里开始 那这座桥总的有多久历史 嗯 我们只记住他那里以前 1914年开始的记忆 应该是也是几百年的桥 应该在土耳其知名的时候就有 嗯 总共历史 这个你现在去问 但没人会记住这个历史 只会记住这个历史 这就是著名的一站 必须要打卡的地方 它前提呢 有老桥最下面呢 然后桥面也已经更新过了 你来了就过来感受一下吧 现在历史对这个评价 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所以呢 也当把它当个景点嘛 我是这么觉得 毕竟它是个历史的见证 重大历史哈 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 沙拉日温呢 包括整个波威 现在对旅游业发展也非常重视 你看他们这个百年的 呃 电 油轨电车 就向我们死来 你看上面 大家关注一下 我想去 世界旅游 就跟你们主题差不多 拉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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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它的名字命名 肯定是这个名字太大了 塞外人就把它作为英雄 是啊 其实怎么说呢 在我呢 觉得这个东西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如果自己的国家被侵略了 可以显现的 但更多的不要记住这些 我们要往前看 就朋友们说怎么说 历史不重要 未来比历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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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次拍摄 也没有突出战争各方面的东西 主要突出这个文化交流这个 文化怎么产生 让大家记住 陈伟头上又摇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拍鸽子的代价 这是拍鸽子的代价 我坐下 衣服 衣服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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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哪什么衣服换了 人家的腰带 Fashion的表现 你把它 你要揉盐菜吗 我倒了地上了 还白色 我在想睡觉了 想睡觉了 回家了 回家了 阿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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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欧元是吗 阿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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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这个妹子 我们没有零钱了 过来换零钱停车 这个是换钱的地方 然后一切 一切 一切 问了可以拍的 已经问了 我换了我收给你们 嗯 哦 Kineski turiiski noveni 妈的slimatel 这个地方 没了没了 还给我们拍一张 嗯 嘿嘿 来泡鸡 哈 你去吧 倒了 倒了 一块五毛的那个 走吧 我以为说都给我们 然后我们给你一张 拜拜 长太美了吧 我要晕倒了 那也是 还好 多的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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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眼神怎么那么深邃啊 我要的多好 孩子都给他 都想把钱给他之后 我去的美女 康哥他因为要收走就可以 一点点 要收一点点 多少换多少 现在这边是95 95 正常应该还有个那个 这个 5马克 就少了2.5马克 5欧元 还有50欧 我们我们相当于只换了50欧 没有 半个马克 半个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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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是 就是50欧换啊 就少了半个欧 半个欧 半个欧 好 4点钟 6个小时 一个小时差不多 提了6个小时 一个小时差不多 那我提了一点酒 走吧 走吧